你敢相信吗,那个令无数人喜欢,以及被誉为神仙姐姐,还有颜值长得好看的刘亦菲,在最近的时间中,竟再次被质疑了学籍造假,并遭到了许多的网友,大规模对她的举报。 而且不仅如此,就算北电方面,正面回应了这件事情,也仍然制止不了质疑。 今天就来看看,被质疑学籍造假,以及遭到了网友们,被大规模举报的刘亦菲,这件事情的背后真相,到底怎么回事吧? 情况可能大家都知道了,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中,由于刘亦菲的新剧梦华录,正在火热上映播放,因而让她本人,再次被送上了娱乐热搜去。 然而再一次的火爆,也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出来,那就是这一次的,被质疑了学籍造假,以及网友们的大规模举报。 首先在留言区中,许多的网友们,纷纷发表了质疑的评论,来提问她的学籍,到底是不是真的? 在这个过程里面,有的人问到了,她的非法入学,是真的吗? 而有的人,则是吐槽到了,在那里装聋作哑,不就是不打自招了? 从这些评论来看,都能让人看出了,关于刘亦菲的学籍造假,确实存在了很大质疑。 然后这件事情,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后,北电学校的方面,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,发表了一条动态,来回应了这件事情。 他们分享了一大段文字,来为刘亦菲的事情,给出了一个长长的解释。 而且不仅如此,据说有一段时间,由于吐槽的人,实在是太多了,让北电的官方账号,不得不关闭了评论功能,来阻止网友们的吐槽。 但北电的那的做法,更是激发了网友们,掀起更高的吐槽,他们在其他的地方,纷纷发起了质疑,吸引了更多的关注。 一而到了如今,关于刘亦菲的这个话题,仅仅在一个社交平台上,就已经达到了上亿的热度,几乎让所有人都知晓了。 而他们质疑的问题,从他们的爆料中,大致可心看到,是这样的,说到14岁时的刘亦菲,为何被北京电影学院,直接就给录取了? 许多人都想不明白,一个还是14岁的小女孩,竟然直接考取了本科的院校。 并且在那一年,据说还是录取资格,是难度最高的一年,多少苦读了三年,以及挤破了头颅,都没有考进的学子们,到了刘亦菲这里,却轻轻松松就进去了。 其实这个质疑,早在很久以前,就已经被质疑过了,并在网络上,也发酵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而在那个时候,北电的副院长,也曾给出过回应,他们给出的答复,说到当时的刘亦菲,是顺利通过的三世。 且那位副院长,还对于外国留学生,录取北电的质疑,给出了一个回应。 他说到的三世,其实就是针对外国留学生,所采取的一个特别政策。 他的话外之意,就是指刘亦菲,通过这样的三世方式,才成功考入北电的,并不是什么破格录取。 而该位副院长,他所给出来的这个回应,意思是告诉所有人,在当时的刘亦菲,以一个外国留学生的身份,才考取进北电的。 然而,就是因为这个回应,才让不少的网友们,更加质疑了刘亦菲,她的学籍方面,存在造假的问题。 首先要知道,从2007年开始,在文化部的审批名单中,刘亦菲的名字,第一次出现在了外籍艺人中。 记得在2006年时,她的这个名字,还没有出现在外籍名字中。 因而通过这个细节,能够让人看出了,在2007年之前,刘亦菲的身份证,还是属于中国国籍的。 当说到了这里之后,可能许多人都明白了,刘亦菲在14岁的时候,她还不是外籍的明星。 毕竟2007年时,刘亦菲已经20岁了,不再是14岁的年龄,而且距离录取北电的事情,也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。 但你是否还记得,上面那位副院长,所说到的三世,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政策。 那么问题又来了,这一位刘亦菲,她既是中国的国籍,为什么要通过三世,才能考入这个北电呢? 因而那位副院长的回应,以及刘亦菲的国籍转换时间,都存在了较大的矛盾。 也因为这个矛盾,才让无数的网友们,在这段时间的一直以来,都对刘亦菲的学籍问题,存在了很大的质疑。 然后关于这件事情,北电在动态里面,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应,他们透露了刘亦菲,其实在2002年时,就已经持有了外国的护照。 所以刘亦菲,已经符合了留学生的资格,并可以通过三世,也就是三轮的专业考试,直接去报考北电院校,不用像国内的学子们那样,要去参加文化课的考试。 当看到这里之后,想必有的网友,可能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了。 那就是上面说到的,一部分的网友们,在2007年的外籍名单中,才首次看到刘亦菲的名字,在之前的时候,并没有看到。 那么这种情况,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,是这些网友们看漏了,或者名单中漏了,才导致了刘亦菲,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其中。 当这样分析的时候,也许你就能明白了,所谓的学籍造假,估计就是一些误会而已,才造成了这次的乌龙。 毕竟北电院校方面,以他们官方的社交账号,在网络的上面,特意官宣了这件事情,难道还没公信力度吗? 最后,对于刘亦菲的这件事情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?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